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款螢幕 我不是為了想要吹捧它 我只是說實際上我看過的 跟我過去所使用過的螢幕 它應該是我目前所看過的螢幕裡面 調校的細節是最多的 我是藤原克也 聽我的名字可能你會以為我是日本人 但是我是道道弟弟的台灣人 那我任職婚紗的工作已經十年了 我的專長是替客人拍故事類型的婚紗 我非常熱愛這一份工作 我覺得故事婚紗好玩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當中我可以拍錄它 他們喜怒哀樂的這個過程 把它融入在這個故事婚紗裡面 讓大家看接下來怎麼發展 這兩個人為什麼吵架 這兩個人為什麼笑 對我來講照片不能夠只是一張漂亮跟美的照片 而是必須我覺得要加入一些想法在裡面 這張照片才有它背後的更深層的一層意義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這台機器我覺得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的那些調教的模式 就是它提供了一些風格的模式 然後裡面最後一個 我覺得那個是我覺得最有興趣的 就是攝影師模式 我很好奇這到底是什麼模式 然後進去看調完了之後 我發覺它跟我調出 我本身在做人像的時候 在調的那個設定 是非常非常近 它預設已經非常接近 我家裡電腦所調的出來的那個 整個色彩那種感覺 然後它裡面還做了一個設定 就是對於膚色 膚色的部分它可以調偏紅或偏暖 我覺得那個設定很好 它的選項我覺得多了非常多 我覺得那個要仔細的去保 可以調出你很喜歡的顏色 我現在要強調的是說 這一款螢幕我覺得說 如果你對色彩很敏感 這一款螢幕你不需要 大量的調色 精準的調色 你就可以調出很精準的那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到目前為止我看過 大概只有這台螢幕可以 做得到這樣子的事情